作故事的方式介绍王恩普的战役 最后用情义的方式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这场战役与我们无关 这场战役其实是跟我们的息息相关的 文件分析 教学前有10成的人不知道 我们不了解王恩普战役 而教学后有提升到7成的人了解 教学前有8成以上的人 不会想去主动了解王恩普战役 教学后想主动了解王恩普战役的人 会和不会各占了一半 而有4成的人会想要告诉周边的人 有龙普这场战役 教学后有3成的人觉得这场地址战役 对他了解了许多 还有4成的人觉得这场战役对他们来讲 非常的实用 有很多人有 从教学后也有许多人觉得这场战役对他们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路程的人觉得这场战役对他们来讲非常的有价值 那我们得到的研究结论是上课是 路边上都是有达到效果 了解程度也从14提升到70 主动想了解也从20提升到50 那有60人主动想愿意给周遭 传达给周遭的 那要超过7成的人觉得这场战役 不要来讲意义还这样 那之后我们想设计更多的课程 不管是告诉国小国中 还是任何人 我们都要持续的设计课程 然后让各个人都会了解这场战役 我们感谢第六组的发表 我们请第八组准备 那我们欢迎第七组 八年中班 游舒全 半伟恩 朱紫佑 邱瑞玲 赵老师为 朱彥隆老师 主题为 改善红土操场问题之研究 大家好 我是班达邱瑞玲 然后我们今天要报告主题 红土操场问题改善机探讨 我们的研究动机是 因为桃子角用红土操场 我们是用红土操场 现在的问题是 被沉鲁肺炎还有积水 然后我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会产生的可能会是 沉鲁肺炎的时候 有可能会 眼睛会受伤 眼睛禁塞 会受伤 还有积水的时候 跑步容易滑倒 然后我们的研究是 比较3D 桃子角 还有台北大雪 圆林刀窗 红土的差异 还有试图解决 我们现在红土操场的困境 好 这是我们的问题 推论问题形成的可能原因 就是我们问题是 尘土肺炎 就是因为重量 有可能是因为重量不够 易华岛的可能原因是 摩擦力不足 受伤程度 可能原因是科力大小 然后积水是因为吸水度不加 还有 腥瘤小时是负轴度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想要研究这一项 重量吸水度 摩擦力 科力大小的负轴度 然后这是我们 吸水度的时间照片 然后这是测量 摩擦力的时间照片 然后这个是科力大小 这是负轴度 这是我们第一次实验的研究数据 我们发现台北大雪的 红土是全部最重的 然后 套尔岛的吸水度 摩擦力还有科力大小 也都是全部最大的 还有我们的负轴度 发现我们无法测量 然后我们第一次的实验 研究限制就是 带摩擦力的时间中 回力车的力量无法控制 还有它的行径 路径无法控制 所以可能会 不准精准度 不好 不准 不准 对 然后 我们现在科力大小的时候 我们只要 使测量 所以 那个 误差也会很大 然后在附阻度的时间中 那个 因为 我们的 电风扇 所以我们用面粉模拟 紫灰粉 但是呢 肉眼难以看到它的 扩散的全貌 好 所以呢 我们访问了罗俊斌老师 是记得第二次的实验 因为呢 摩擦力量复受度 我们需要更精密的仪器 所以呢 就知道 冷痛隔捨 然后 测量科力大小 我们也是拿 抽样的方式来测量 但是 我们现在没有适合的 测量工具 所以也就先 就是带来未来的成就 所以我们 实验二的重点就是 重量还有吸水度的部分 好 然后 换我们的主演想到 就是说 如果把那个 红土加上泥土的 它那个 红泥土的 吸水度会不会更好 所以呢 我们就将 红土还有泥土 一比一二比 一比二的 一比二的 一律混合 然后观察它的水位 然后 我们的结果得出 一比二混合的 红泥土 它的吸水度最好 所以呢 就代表 泥土叫做的时候 会有比较好的 吸水度 然后我们的 研究结论是 他在讲 红土如果 红土比一是一 泥土比一是二的话 很合 就可以增加它的吸水度 然后代表 红土是 红土是 重量较重 就是比较不易成土飞样 然后原名较重的红土是 红土全部都适中 所以呢 吸水量有比较好 对方是积水过多 所以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红土 然后我们的研究今天就是 它是把红土 重量较轻 而且东西的时候 都被有地方较强 容易造成 程度飞量 然后 将白色的石灰 可能跑到覆盖 所以呢 我们提供以下三点天 第一点是 下次学校在天购物充红土的时候 可以以重量来做一个 采购的标准 然后还有 在红土下方铺设 或使泥土来增加 来吸水度 来防止积水 然后 还有 与原力高中交流 找出最适合本校的红土 好 我们的报道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第七组的发表 请第九组准备 让我们欢迎第八组 八年校班前品节 谢新宇 廖雨昕 蔡敏仪 指导老师为 张春华老师 主题为 家庭教育 对在校学生的影像 大家好 我们是八年校班 我们今天要参考的是 家庭教育 对在校学生的影像 究竟 父母从而真的有错吗 有错吗 有错吗 没错吧 一定也 研究动机 学校的人们 除了家庭以外 第一个接触到的 小型社会 那么呢 我们也确确感受到说 很多家长 过度保护养成的儿皇帝 跟妈宝 过度的对父母的依赖 会产生人体方面的问题 跟障碍 那么究竟 父母从而真的有错吗 为了深入的了解 家庭教育 对学生在校的行为 表现影响 因此我们陶子角 我们小组以陶子角 国中小师长为例 进行研究 别 以边概全 只是你们班家长 不会教而已 我家的孩子可不一样 成绩卡好 有什么做不了 任性又怎样 过度保护又怎样 我们孩子 只是多把了一点纯真而已 不必那样恢求他 我们的孩子 在家乖巧 做的人一定不是他 那是我的健身 不要这样给他要求 健康就好 会有所求 文件探讨 我们总共参考了多篇的文章 其中举一篇为例 高中生唱快死的 彭春明表示 流氓也不敢这样 几年前作家 红春明在搭火车时 车上摇摇晃晃 他不小心碰到 一名学生的书包 赶紧向学生道歉 之后学生们哄堂大笑 他就劝这群学生 在大众运输通间 请不要大声嘻嘻 学生们劝说 没关系 反正你快死了 读完这篇文章 我们又更加确定 家庭教育 对孩子有 严重且立即性的影响 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缺少 那份关心 关注关爱 会让孩子们的未来影响甚远 研究的方法 我们除了参考 大量的文献版本 跟资料之外 我们这组采用 发放文卷的方法 文卷样本有70份 然后我们发了70份 收回了70份 这是我们的文卷调查结果统计 你认为从哪一个年龄层开始 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然后这条的师长 大概是以国小最多 然后再来是幼稚园占了39% 然后国中生十一 大学最少就义 你认为在教育方面 应该要以下列哪一个为重 基本上来说老师是希望以道德观念 就是当成教育小孩的基本原则 就是当成教育小孩的基本原则 你认为孩子的金钱使用规范 那应该要为何 百分之六的三 然后超过一半的师长 是觉得说应该要固定给予 你认为造成以上的表现跟影响 跟医药实体有没有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的人觉得有 目前头角有孩子的老师都渐渐具有应该放手 让孩子独立的初步意识了 初步意识 初步意识 只是可能遇到自己的孩子 却又不知道故意识该怎么做 我们也从问卷中发现 很少的老师在金钱的规范上 都有固定的原则 而孩子在校的学习态度 以及人际关系都在中等以上 然后最后我们发现说 其实身教重于研教 那么因为我们现阶段正处于孩子的身份 所以呢我们就是觉得说 应该和孩子亲自沟通 才是最好的办法 这次做专题 我们每个人都收获良多 虽然在八万圈的时候 会有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但是我想这里 毕竟是一个过程 我们在这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互助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第八集的发表 我们请第十名准备 让我们欢迎第九组 八年人班 詹艺君 张家胜 指导老师为罗亚文老师 主题为 中学生的学习方法 以及状况探讨 大家好 我是八年人班 张家胜 大家好 我是八年人班 詹艺君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 学生学习方式 以及状况探讨 以导教学生为例 我们的研究动机是 因为台湾学生的竞争力 逐渐的下降 因此我们要必须找到问题的所带点 加以改善 还要有实施回法后的影响 以及这个社会似乎还存在着 万般接下来 唯有读书包的社会方式 接下来我们以升学的角度来看 九年国教与十二年国教的差异 九年国教的理念呢 是在于能力指标 就是在于成绩方面 十二年国教则在于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就是指 一个人面对挑战的时候 被所必须在乎的态度 学费的话呢 九年国教是家长负担 十二年国教是政府负担 差异为九年国教是需要考计算 十二年国教需要考费卡 九年国教与十二年国教 好像给了我们很多改变 但事实上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目前国中升高中高职五中的比例 已经接近百分百 升大学也是 十二年国教最大的实施是什么 好像也只是学费的不输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基策有配考 举办的时间呢 基策则是每年举办两次 分别是五月及七月 为什么要举办两次呢 它的目的就是在于 给第一次没有考好的学生 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 配考则是每年五月举办一次 配考的用途呢 是辅导学生的四季度选 适合自己的学习 适合自己的学习 性向来选择自己适合的高学 以及高中 十二年国教评量越来越重要 但评量不得人考试 评量只是学习中的一个重点 不是学习的重点 我们对于十二年国教的期望 我们不要再以填压式 机械式以及配送式的教学方式 我们应该要以多元的课程来取代 不要再给我们太多的教学压力 我们接下来来探讨学习状况 我们共计一百分 分为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全数收回 我们可以看到学习状况 非常良好 占据于多数 可见大家自我感觉都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看到补习状况 有补习的占了61% 没有补习占了39% 可是考上有补习 还是没有很显著的帮忙 接下来是最弱的科 大部分的学生 叫不担心文科 也就是国文籍社会 因素理则是大家不要担心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七年级比较弱的科目为数学 八年级则是英文 然后我们整理做的四点 要怎么有效的学习 第一点是要动手做笔记 就是当你学一个单元 然后你是用自己的方式 去做出属于自己的笔记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比较了解 那个单元在干嘛 然后第二个是 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当你做的事情 是自己喜欢自己感兴趣的时候 就算不用家长的逼迫 你也会自愿去做 然后再来是鸟看式 就是学习跟八成主义 就是当一个单元 你先看了大概 或是看了八成之后 你先往后看 到最后你学完整个单元的时候 你反而也会了前面 你当初不懂的 所以不用一直执着于 你要从前面就开始全部都会 然后节目就是 不管是九年国教 还是十二年国教 或是基础还是会考 我们都要用正向的心态去面对 会考是我们出生以来最大的考试 我们应该赶快找到自己的节奏 然后找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来迎接这个挑战 期待台湾的社会可以更加的多元 学生不再接受天下式的教育 也期待台湾能够越来越进步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第九组的发表 我们欢迎第十组 由八年爱班 施婉萱 陈克甄 邓宇涵 徐芳宇 黄竹亭 指导老师为罗亚文老师 主题为日本和韩国的服装 及礼尼的比较研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八年爱班 我们今天要演讲的主题是 日本和韩国的服装及礼尼比较研究 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做的介绍 我们主要比较的是 日本韩国的服装历史 还有服装场合以及礼尼 我们会选择日本跟韩国做比较的原因 是因为日本和韩国的服装的服饰的样式 非常相像 而且他们也曾经是中国的凡属国 所以能从服装中有一些 为看出中国的一些样子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介绍日本服装历史 从上古到平安到江户到大正时代 这是上古时代 上古时代最早的女装称为冠头衣 它是一种圆金衫 是由头靠下来可以直接穿着 有点像我们现在原住民的服饰 而男装则称为恒服 它是一种对金式的服装 可以直接套在身上的绑起 它是奠定日本和服的基础 再来是平安时期 我先讲先前的平安时期 之前叫做奈良时期 奈良时期 因为受到浅堂时的影响 所以几乎他们的服装都是 偏向中国样式为主 到了九世今末呢 逐渐偏向日本本身的文化 所以开始有一些日本和服的出现 而贵族的服装呢 这时候主要是以捐作成 平民则是麻 而江户时代开始武士的阶级 漸渐没有了 平民能够开始拥有自己的工作 而经济能力也越来越好 所以这时候出现许多 华丽的平民服饰出现 而女装呢 则呈现小袖的形状 此时期的服装格局 已经限定 没有太大的变化 和大这个时代 大部分的人 都会穿着洋服出席正式场合 但是和服呢 还是他们的传统服装 再来是韩服 韩国的服装历史 这是韩国的历史 这个时候 因为高丽就是蒙古的 富 凡属国 然后中列王就取了 乌立列长律为期 所以呢 从此就改穿蒙古的主事 然后这是男生的叫周医 然后这女生叫赤独立群 然后朝鲜时代的女性的衣服叫做糖衣 然后那些重田的百姓都穿白色衣服 所以他们就说自己是法衣民族 然后因为遵循华制 所以成为小中华 然后日本服装厂 这是女生出嫁时候穿的衣服 然后这个是衣服 这个是未婚女生穿的衣服 然后色流秀跟黑流秀都是在婚礼上 已婚女性穿的服装 然后反问卓跟无色帝都是未婚女性穿的 然后毕业卓是毕业的时候穿的 玉衣是夏天的儿服 然后男子的色纹服是在比较不严肃的场合穿 像是大学的毕业的dandy 然后黑纹服是在严肃的场合像婚礼 然后玉衣就是夏天的儿服 原生是在贵族女子正常的场合穿的衣服 然后糖衣是在贵族妇女会穿的衣服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礼仪部分 日本和韩国都是注重礼貌的国家 日本超注重的是饮食方面 尤其是在餐具的使用还有用餐的顺序 而婚礼的离经则是要避免不吉利的数字 像日文中的四汗死同音 而商礼所使用的凶事袋 就是我们所说的白包 韩国礼 交特别的是右针左背 就是不能用左手拿东西 而婚礼有比较复杂的程序 这是我们融合和服的物件元素和现代简约元素设计的 这个作品融合了三个特色 我们感谢逸识组来发表 我们有请陈玉卫老师给我们回馈 谢谢大家 校长 老师 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好 退后一点 好亮 这个是我在桃子角听过 已经算不清楚第几场的专题发表 那我必须说 一年一年我看到同学的成长 那首先我想要先请大家 你们用一个热烈的掌声 先感谢我们所有的指导老师 然后第二个掌声也给你们自己 好 因为这几年下来的累积 大家对于在做专题研究上面 都更加的厉害 那其实我没有看过所有的作品 今天我跟大多数的同学一样 就是第一次然后听这十组 用PPT的方式做报告 所以我刚才非常专注努力的 希望我可以抓到一些重点 然后回馈给所有的同学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刚才给大家自己给自己鼓励 因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八年级是我们在国中三年当中 活动最多的一年 你们说要诗歌朗诵 还要再做专题 所以其实大家要集中非常大的心力 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 那我在今年的这十组 优选出来的同学作品当中 我看到了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我发现选才更加多元 这个是去年比较没有感觉到的 第二个呢尤其进步非常多 就是报告更加的文件 每一个上台的同学 每一组我觉得你们都是有备而来 而且看起来你们在这个议题上面 都投入一些心力 才能够非常的有条理的 把你们的过程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发现资料收集的能力更加的强大 还可以做个小影片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几点呢 是大概我在同学身上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 那同时老师也想要 因为你们都做了 做了之后呢 你在国中开始做这件事情 你到了高中到大学 你的研究能力会更加的深化 所以老师也提供几点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你在广泛的找题目的同时 你必须想的是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研究的目的 研究目的目的就是不知道的要知道 知道的要知道更多 那知道完了之后是为了要什么 就是你要能够再有一些创新跟改变 所以你们在找题目跟另方向的时候 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改变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听的有几组的同学 看起来资料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可能在这个目的性上面 就会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前瞻 所以这个要提供 第一个要提醒同学 就是你的解决问题是要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研究的过程 研究过程大家有很多懂方法 然后你也找了很多的资料 你所找来的资料 应该只是你研究过程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它不能够变成是你的结论 结论是必须你透过这些资料的收集 你自己跟你的组员去做一些访谈 或者是在去验证了之后 你得到的 你得到的那个结果 是你要从你们自己来产出 所以有一些组感觉上 那个资料非常的丰富 但是我可能就比较看不出说 那你们自己投入的那个点是在哪里 你们的过程 你们去找到那个结论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再多提醒同学的 所以希望大家从这个方向再去精进 那我相信你们学到最多的就是团队 以及你们开始去发现周遭有趣 跟可以再去更去深化的问题 现在我就对龙恩浦的那一组的同学 的东西还蛮有兴趣的 就是如果这个真的设计成一道的课程的话 你可以跟同年级的分享 你也可以跟国小的同学分享 那你看累积下来这几年就非常的厉害 所以很高兴大家可以在一个基础上面 越来越进步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带着这样的研究精神 可以在你的下一个阶段 或是你往后的人生 都可以让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 那以上就是大概我跟大家的回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艺术老师 颁发奖状及图书领券一千元 我们请校长为我们颁奖 第一组同学为 八年成班郭威城 游方丽 林杰云 赞老师为张崇华老师 恭喜第一组所有同学 第二组同学为 第二组同学为 陈杰亚 陈杰亚 郭伟伦 南语 陈尚云 高语龙 吴欣词 指导老师为 林怡君老师 三组同学为 三组同学为 班里 陈杰云 吴神探 黄世环 余刚炮 陈鱼龙 赞老师为 林怡君老师 陈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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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艺 鍋